合作著母帳 一收音班 感謝小老師 各位朋友 介紹十二 快點 開ệt 開車 興邵 這是開始今天的加入會員廣場 來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你們好 好 approval 不用轉給她最佳精神的小 economies 非常有精神很有元氣 謝謝大家來參加今天的佳人星期網場 今天自我介紹 是中 Benishing 大學科學教育中心的委任 組老師 也是這個系列活動的 計劃主持人與紅蟲 我們今天大大還有1% 我當然有在四分之一是新朋友來參加 所以容我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活動已經從2008年舉辦到現在 大家可以算一下非常久 所以我們很開心 這個活動可以持續舉辦下去 是因為學校跟現在叫做科技部 就以前的國科會 願意支持我們在這個經費方面有些補助 所以我們可以持續的辦下去 但是在這邊也要小小預告一下 就是大家知道政府的財政是日益困難 所以未來我們大概也不太有機會再拿到這個補助 所以如果未來沒有補助的話 還是希望大家盡量持續我們這個活動 讓這個活動已經辦了這麼久了 可以持續下去 好 但是現在現在非常 國會科技部還是有補助 所以我們還是要感謝一下科技部 那今天請到的講師是 我剛剛試料一下 我們認識應該有超過60年 哎呦 不小心透露自己 還透露還聽不懂 這就是跟邱老師認識非常久 那在座我猜應該也有朋友 上過我們邱老師的課 可不可以先舉個手 上過崔明如老師的 不然在加入的時候 然後或其他地方 唉呦 做這個 很爽 就是自己的 所以今天全部是新朋友 你們真的賺到 今天這個題目 今天是很嚴肅的一天 但是我們這個嚴肅的工作執行完之後 我們其實應該要放鬆一下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題目叫吃喝玩樂來學問 學問學問我常常聽到 可是待會邱老師會跟你們做他的解釋 他的解釋很妙 大家給聽一下 可是下面那裡好像就很好笑 鹹蛋粉冰 我剛才來跟邱老師講 我剛剛這個題目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 是一個什麼 那個台灣發明的一個新的 可以媲美珍珠奶茶 新的這個小吃還是什麼 結果不是 鮮是一個主題 但是一個主題粉是一個主題 並是一個主題 所以我跟你講 你們已經看到這個陣仗 還有前面我準備的東西 後面準備的東西 今天請容許我要先跟大家致歉的是 我預期今天的兩個小時 場面會非常混亂 但是你們應該也可以想像 越混亂應該越好玩 所以大家要做準備很簡單 就是放輕鬆 然後老師要帶你們玩什麼 就跟著一起玩 好不好 那邱老師我還是要講一下他其他部分的成就 不然就是大家就以為他只會吃喝玩喝就完蛋了 邱老師在科普這邊其實同做了非常多的心力 他在物理教育這邊 所以他現在除了在長庚大學服務以外 那他在我們的物理教育的學會也是擔任常務理事 然後在科學院刊是編委 然後在這個科學教育學刊是副理編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他在教育這一塊 尤其是不只是知識教育裡面的物理教育 還有在我們這個科學教育裡頭的科普教育 都著力非常深 那他應該到長庚大學裡面我們很近吧 對不對 隔壁 隔壁 所以我們有這個機會請到邱老師來 而且他幾乎每一年都會來支持我們一場科學 家人科學寶場 所以很感謝他 那今天的活動豐富 非常豐富 所以我們就把時間留下來給邱玉如老師 來大家掌聲歡迎邱老師 好大家好 好 來我們今天我很高興今天都沒有上過我的課 今天全部都是新鮮的對不對 來剛朱老師有介紹 今天是來學問的 重點是學問不是吃喝完了 吃完了是順便 藉著吃喝完了來學問 好什麼叫學問 我們現在通常在學校大部分學問 學的都是什麼 我找哪裡啊 答案 通常我們學的都是答案對不對 OK 我們今天不學答案 所以我也不會告訴你答案 好 你今天來學問 來 什麼叫學問 就是要學習問問題 學習發現很多問題 學習解決問題 所以你今天來呢 你家會有 借著吃喝完了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問題在你腦袋裡面 你回去就會不小心 常常就會看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OK 所以這個問很重要 所以透過動手 你可以發現有很多問題你從來沒想到過的 你看我們今天擺出來的東西 都是哪裡來的 家裡的廚房來的對不對 因為我們當媽媽已經很資深了 資深媽媽 資深媽媽做事情就是這樣 我們出去帶活動都是用這個 所以叫你們都帶鍋子 因為我們嗑到東西沒有這麼多鍋子 OK 那鍋子的好處是你回家也可以用 那我今天盡量都是叫你們帶 你們說帶鍋子還帶什麼 盤子 盤子對不對 萬一你盤子不夠 我們才勉強提供你這個 沒有盤子 他沒在你帶盤子 沒有盤子 他沒在你帶盤子 筷子 筷子 所以盤子沒有等一下發盤子 像我通常都叫盤子都自己帶來 來 筷子 我不太喜歡免習筷 所以我希望你們自己帶 這個等一下攪拌幹嘛都很好用 要夾蛋啊 夾方糖啊 夾什麼都很好用 好 然後 你們還帶了什麼 湯匙 湯匙等一下也是一樣 要吃東西啊 要 攪拌 湯匙很好用 不管你是大隻的小隻的 都很好用 好 還有你們還帶了一顆很特別的蛋 對不對 我剛剛 已經去課桌 大概去檢查過了 大概看過了 每一家泡出來的蛋呢 程度不太一樣 有些蛋呢 殼還在上面 有些蛋呢 是 本來是比較深色的蛋 現在褪色了 有些蛋呢 殼已經不見了 對不對 有些蛋 摸起來軟軟的 然後有一些蛋呢 剛剛有一組 被我稱讚說非常好 我說 跟我的一樣漂亮 剛剛有一組 我這樣稱讚他 對不對 來 你看我這一顆蛋 哇 這一顆晶瑩剔透的蛋 有沒有看到 你們泡久了以後 就會變成這樣 OK 好 等一下回答 好 等一下有沒有看到照片 小心 你尖指夾的不要來 免得把它戳破 好 先給那邊人 稍微先看一下 小心不要把它戳破 OK 光看還不吸情 你的蛋也會變成這樣 OK 假飲食日 好 好 來 所以你們家還沒到這個程度 沒關係 好 有人問我說 老師你泡了幾天 大約泡三到四天 它的殼就不見了 大約 三到四天沒有再繼續泡 或者把醋倒掉再倒心的醋進去 OK 因為醋不用錢 對 我通常泡一次醋大概三天到四天就會變成這樣 你把這殼戳掉就是這樣 然後 還沒完 當時很漂亮對不對 好 然後你要保存起來 每天可以玩 因為它冠一冠一冠一很有彈性 像啤酒一樣 對不對 還有彈性 OK 丟到地板會破掉 請不要丟到地板 好 那這個很有彈性 我就把醋倒掉就靠水 對 放在我家冰箱裡面 這一顆蛋已經放了一個月了 我為什麼要放那麼久 因為我上次泡完之後我就忘記了 今天早上就把它挖出來 看 對 而且沒有湊掉 在我冰箱裡 然後你想到就把它拿出來玩一玩再放回去 OK 每天玩一玩再放回去 那一顆蛋一個月呢 還這麼美 來這邊還有一顆 來 這顆也是泡一個月了 然後這一顆是泡什麼呢 開始有人就泡那個可樂 可樂 可樂 這一顆也泡一個月了對不對 對 可以嗎 泡一個月了 泡可樂 怎麼了 你們有興趣等一下可以到前面來看 來 那前面這幾杯都是我們中央的大哥哥們泡的 大概泡的也是三到四天 那你們泡的時候會發現會這樣子對不對 對 對不對 然後就把它搓一搓 你看這個其實都已經 殼都不見了 你把它搓一搓 輕輕的搓它搓破了 輕輕的搓然後把它泡水就會很漂亮很好看 然後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泡泡之後你的蛋是不是都變大顆了 都比原來大顆有沒有 是不是都變大了 然後上面是不是有很多泡泡 對 有變大 對有變大 那上面是不是都很多泡泡 對 對不對 那些泡泡都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好 那你如果說要對待這顆蛋呢 來 這顆蛋 你回家泡泡泡泡先往這樣晶瑩剔透 玩一玩之後覺得 想有新的玩法 你可以去泡糖水 糖水 你剛剛先酸它對不對 然後再泡再填它 泡糖水就給它泡多泡幾天看會怎麼樣 就同一顆嗎 同一顆 我說泡到像這樣 像這樣對不對 你玩兩三天已經不好玩了 沒什麼好玩 就泡糖水也可以 試試看看會怎麼樣 OK 這個都可以回去做實驗 那如果有的想要把它弄破也可以 一顆蛋而已 好 來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你們帶來的作業 為什麼老師要叫你們帶這麼多東西 好麻煩對不對 我們助理一個一個打電話叫你們帶來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這是教學的一個部分 因為你們有泡來 是我剛剛講的話你們大家都很興奮 如果你們都沒有泡 我講什麼你們聽都沒有對不對 你回家也不會做我跟你說 可是你們現在做的 雖然你的蛋沒有泡得非常的好 還有時間不夠 但是你回家你可能會去改善它或繼續做 OK 這教學的一部分 好 來 那我們今天在玩 今天的主題其實是玩蛋 但是光玩蛋也不好玩對不對 我們就配合一些車玩的 所以在玩蛋之前我們先玩冰 所以先玩冰 來 那我們今天的蛋有分ABCD四個部分 你們都有獎益對不對 好 那我的課的我們在 我在我的網頁上面都有 你打格物置之四個字就可以找到了 你只要打格物置之四個字就可以找到了 然後裡面有最新消息 按繼續就可以找到今天的課程 好 來 那我們要快一點 來第一個 我們先那個蛋先放在旁邊 先不用 我們先玩冰 因為我們等一下做冰棒 冰棒可能有些人已經做過 不過有些人還沒做過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玩冰 冰完完了以後才完蛋 OK 好 來 第一個 第一個 好 你們的講義也可以收起來 免得等一下弄詩 因為完畢一定會弄詩對不對 好 那完畢的話呢 好 注意聽喔 注意聽喔 來 每一 注意聽喔 我們現在的組別有點複雜 有時候是以桌為單位 十二桌的話以桌為單位 有些是以桌為單位 就你們一家 以桌為單位 來 我們玩冰呢 因為我們冰塊的數量有限 為什麼有限 因為我們冰箱不夠大 所以我們只能買十幾包冰 所以我們冰塊以桌為單位 所以每一桌呢 請你 來聽我講喔 每一桌等一下要喬一個鍋子出來 好 然後我們要做冰棒 OK 等一下 每一桌喬一個鍋子就好了 來 好 來 來 安靜喔 好 老師講話的時候你不要講話 你要講話請你舉手 來 好 第一個 好 這個動作還沒有 來先聽我講 來 安靜囉 看這裡 來 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來學習一個程序 叫做冰山一角 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冰山一角 誰告訴我什麼叫冰山一角 誰告訴我冰山一角是什麼意思 來 冰浮在水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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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朋友要補充的冰山一角 他說冰浮在水上面 來 沒有看到前部 他说冰山一脚是我们只看到冰山的一个脚 其他的没有看到 来我们看一下 来 这个是冰山 对不对 来这个是铁达尼 好 来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铁达尼要看到冰山 然后要大转弯来 不急就K到了 对不对 他没有K到这个部分 他K到的是谁 下面 所以这个冰山呢 你看到的是这样 其实它很大 ok 那我们这边呢 冰块大色 已经把冰块丢进去了 冰块解解 先把冰块拿起来 你看有这么大的冰块 然后我们把它丢到水里去 看看有多少部分是在上面的 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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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等一下 来听我讲 等一下呢 好 等一下 你们刚刚不是瓶子去装了水 对不对 好等一下 会给你一个杯子 ok 然后把冰块呢 然后把冰块呢 丢两颗进去 观察 那个冰块在水上面跟水下面 各有多少 ok 然后呢 我们有橡皮筋 等一下会发橡皮筋给你 ok 我说冰有水不要装太多 ok 来 丢两颗冰块就好 橡皮筋圈起来 圈在哪里呢 水的位置 然后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等这两颗冰块融化之后 那那个橡皮筋的位置 还在哪里 对不对 融化之后那个水呢 是比橡皮筋高 还是比橡皮筋低 好 好 都差不多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你要做实验看看 我说 Dika 水不要装太多 好 差不多这样 然后丢两颗冰块进去 我这是假的 我是假冰块 来 丢两颗冰块进去 然后你 用橡皮筋 橡皮筋 橡皮筋 想像一下 橡皮筋把它圈起来 在这个上面圈起来 好 然后 等这一个冰块融化之后 看看那个水的位置 跟橡皮筋的位置 比较一下 比较高还是比较低 丢两颗冰块就好了 好 好 剩下的冰块 要干什么用 要做冰棒 对不对 切换 冰棒 他妈妈都不给他吃冰棒 有 有 有 好 来 好 那我们做 做 做 来 好 做冰棒的时候 要这样子 我刚刚讲 每一桌 找一个锅子 就好 因为我们冰棒就只能拿一包而已 ok 然后一边 来听清楚 不要讲话了 一边放冰块 一边撒盐 你不要冰块全部下去 在一起撒盐 一边放一边撒盐 然后呢 要把你的果汁给放进去 那你的果汁呢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养乐多 多多 好 那我们会有给你封口袋 这小小的披袋 好 第一个 请注意 不要装太多 等一下爆开来了 或者是要封紧 ok 然后把你的养乐多的冰棒 冰 现在是养乐多 把它丢到里面去 埋到里面去 所以你家的汤子 筷子就可以用得到了 筷子就可以用得到了 然后埋起来 冰块、盐巴 弄均匀 然后把你的 那个 果汁袋塞进去 然后你们每一个人 都有能吃的 就把都装好了 把它浇到前面来 每一个小时之后再吃它 ok 下雨要等它硬了才能吃 你皮膚浇上 你放你桌上也可以 放你桌上也可以 你可以观察它 什么时候变硬了 ok 好 现在我们就 发 发 东西 现在有人 有哥哥是发橡皮筋的 有哥哥是发养乐多的 有哥哥是发 通口袋的 然后你已经有盐巴了没有 来 盐巴在这里 盐巴 盐巴长这样 盐巴在这边 好 养乐多如果不够的 养乐多如果不够的 养乐多不够的话 我们这边有果汁姐姐 有果汁姐姐 你可以去找她 拿袋子去找她 来 来 现在给你五分钟 来 拿举手 我自己也要过去 找她 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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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现在 如此 你也知道 他就吃蛋